把羊毛撕出去一部分 然后这样卷起来 对比土质上面 头的大小 小的话就可以再加一些毛 比较大的话就撕下来一些毛 卷紧 先刷一个椭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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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把白色羊毛塞一下 在椭圆的其中一头 然后穿上去 然后穿上去 上去 痊外 肊毛 绿型 绿色 绿型 上面加一下,下面这里加一些 这样,然后把这个椭圆 椭圆那头裹起来,这样拐弯 来堵马的脖子 这样,脖子的部分,就先这样 然后接下来戳身体 还是讲起来对比图纸上面的身体 就可以了,要继续 这样搓成一个比头大一些的椭圆 把头和身体这样搓到一起 这样把脖子下面的毛和身体搓到一起 搓到这里比较虚的地方加一些毛 搓到这里比较多了 把比较蓬松的地方都穿一下 然后搓上 搓出小马的腿 换成一个柱状指出前面大概一厘米的部分 后面这些毛留着 然后搓出四条腿 换成一个柱状指出前面 如果把腿搓到他身体的下方的话 就是一个站着的姿势 站着的姿势 我们来搓一个跑着的姿势 然后搓成一个柱状指出前面 然后搓成一个柱状指出前面 然后加一些羊毛这样在腿的根部 所以腿连接得更结实 然后搓成一个柱状指出前面 接下来揉两个小耳朵 接下来揉两个小耳朵 据说前面的部分后面的毛留着 等一下方便和头连接 接下来揉两个小耳朵 接下来揉两个小耳朵 把米色羊毛撕一下捐起来 搓成一个圆柱 出一个锥形就是让头中间粗的圆柱 把这个圆柱 出到马脖子头这里 出一个圆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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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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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